沒錯 大熱天時來到深水埗 我打算做一個訪問 看一些年輕人的組裝機 究竟會組裝什麼 或者是組裝什麼 什麼功能 有些人組裝機的心態 現在怎樣想 先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的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任何節目 OK 新問題 你現在用的電腦是大約770多錢 我估計大約11000至13000 小了五千鐘 14000左右 四萬多錢 現在那些 那是用了什麼模特兒的顯示卡呢 用了什麼模特兒 好像1650 2070 OC 都是Deport 2070 Super 2080D 即是封頂的 封了 一張兩張 一張一張 哈哈哈哈 那你那部機器主要用來做什麼 打小遊戲 做工作或者是打機做的 都打機的 看Youtube 玩接龍的 不是 沒有時間 當然是想轉耀 那有什麼誘因令你去買這個型格 這個性價比高 對 還有朋友推介 對 都是因為這樣 對 但是你打遊戲的話 有人在打什麼遊戲多嗎 打什麼遊戲都沒有什麼特別大作的 都是LL那些假常的遊戲 因為我舊的那部機器是960 那我就開GTA 玩了一段時間 那玩玩一下地板就直接沒有了 然後這麼巧我又第一次出糧 第一份工第一次出糧 那我就打算 他出去吧 換成比較貴一點 可以完美運行RDS的遊戲 還有可以心動火燈 即是去打開BATTLE 或者試開Minecraft那些東西 對 懂些東西 然後當有錢給你升級 你會選什麼卡呢 我會選1600TI NVIDIA的Display卡 開始了RTX系列之後 其實就大大推動於 raytracing的光線追蹤技術 這個技術可以更加逼真地 模擬場景或物件的光線 實時以物理方式 圈染正確的反射 折射 或者陰影的照明效果等等 可以令到遊戲中更加會有真實感 貼近現實世界運作方式 所以玩家會有更好的遊戲體驗 今次我會用這遊戲 液水寒 進行RTX的On-Off示範 大家可以知道 究竟raytracing開了與沒有開 究竟差別或分別是怎樣 玩家會有什麼 玩家會有 Elise 玩家會有一個問題 玩家會有兩個遊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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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剛才下了黃金 高等 走一個圈 人數不太多 所以今天可以成功訪問的人數 只有聊聊可數幾個 大約問到一點點 大部份的人都是用N卡為主 多數都是因為打機 而接下來升級都會向N卡的方向走 暫時還可以證明到 打機的朋友都是以N卡或選N卡的方向多 RTX20顯示卡出了兩年 未來更多新款都會推出 基本上都可以預計到 未來的趨勢都會以Ray Tracing為主 因為今年年尾 Xbox也好 PS5也好 都會有加入Ray Tracing Ray Tracing在打機來說 應該是未來的趨勢兼優勢 好 今天的街坊就到這裡結束 因為都天黑了 已經到一個沒飯吃的地步 唉 想吃飯都不行 餓死人嗎 就這樣吧 下星期還有新影片 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有什麼新奇怪的東西 下次見 拜拜